漳州片载黄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 选用多种名贵中药制作 更有清热解毒 凉血化淤 消肿止痛的功效 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均有销售 俄乌战事爆发后 加拿大曾有经济学家预测 加拿大的汽油价格 可能在今年夏天突破每公升两加元 但是实际上涨的速度大大超过预期 上周温哥华地区的油价 就已经突破每公升两加元 本周四汽油价格已经上涨到每公升2.15加元 有经济学家表示 虽然加拿大是产油国 而且温哥华本地也有炼油厂 但是炼油厂的成本 也会随着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而上升 加拿大的消费者对油价不断上涨苦不堪言 认为政府对此也负有一定责任 因为燃油价格中各种税的比例非常高 包括销售税 燃油税 碳税等 以温哥华地区为例 每公升汽油价格中有0.73加元是税收 加拿大纳税人联盟 因此要求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 在油价上涨过猛 过于昂贵之际 暂缓征收部分税项 停止继续增加碳税 凤凰卫视 祖可勤 苏惠文 温哥华报道